青春零簽是由鄉議局主席代香港去求出來的 這個很難說鄉議局主席是否代表性 因為香港鄉議局主席其實只是新界那百多萬原居民的一個主席 那百多萬原居民是沒有份選舉出來的 是由鄉、村、再加上各個區的鄉議會所共選出來 這個是非常間接的選舉 你說它算不算民主制度肯定不算的 你說是否完全沒有選舉又不是 因為鄉代表都是選出來的 但是無論如何 就算你說代表新界百多萬原居民 鄉議局主席已經未必可以了 再加上在新界居住的人 就算是鄉裏面的人 如果外姓不是鄉民的話你沒有投票權 也沒有份支持或者擁護鄉議局主席出來的 所以鄉議局就算你說代表新界的地方裏面那二百多萬人 也都不可以 那怎可以代表香港七百萬人呢 根本是兩回事 這個首先大家論清楚了 講清楚 鄉議局主席是根本沒有辦法代表我們的 好了 但是無論如何 本來香港政府是有去求籤的 但是大家記得何志民 這個當時的高官 就是一個負責這個文化 負責這個康民的一個官員 當時他求籤的時候 就求了下籤出來 不知道是否有人弄估他 因為一般都會把籤筒 當中的下籤抽走 只有上籤和中籤 以免抽了下籤出來尷尬 何志民結果抽了一支下籤出來 抽了下籤出來之後 結果就惹起了一段的一個政治上的風暴 在跟著之後 所有香港政府官員 都拒絕參與這個求籤活動 由鄉議局代替 某程度上流傳到現在 都是由鄉議局去負責求籤的 求籤本身 不是你說是否很高技術又不是的 但是你說是否要耐性 和是否不要心無疾念 事實是 如果你心有疾念 或者沒有耐性的話 很容易將籤筒裡面的籤 翻出來的 翻出來的籤 求籤的過程變成了 是視為不成功 可以說失敗 這次鄉議局主席 出現了一個 在第五次才求到籤出來的情況 什麼叫成功求到籤呢 就是跌一支籤出來 就不是跌幾支籤 或者將籤筒裡面 多於一支的籤跌出來 那裏就見過解決不了 你究竟哪支籤才是 車工給你的籤文 好了 因為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都不成功了 所以 鄉議局主席 結果是向地叩頭 之後 才求到 一支籤出來 這個某程度上可以這樣看 就是車工可能不滿 或者他覺得在籤筒裡面剩下的籤文 根本就不齊全 也都不足以反映香港 未來一年的自身狀況 因為這樣 所以車工在頭四次都拒絕 將一支籤文拿出來 就是說求籤不成功了 某程度上 鄉議局主席也不是第一次求籤的 理論上對他來說是家輕就熟的 但是都出現了四次的失敗 可以這樣看的 那就是說 可能車工的暗示 就是說 其實現在求出來的15籤 都是第五的 香港大使來講 排第五的 另外還有更加精準的籤文 是根本不在籤筒之內 籤筒之內 相信是所有下籤都是抽走了 只剩下了上籤和中籤 就是說沒有那麼差的籤文 才會放在籤筒那裡 就不要像何志平那樣 不是何志文 對不起 我講錯了 剛才澄清了 我們前高官 抽了一些下籤 就是說求了一些下籤的 是何志平 不是何志文 我講錯了個名字 何志平 不好意思 就不要重複 是出現了何志平 是求了一些下籤的尷尬情況 因為這樣 所以可能車工認為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警示 都不在籤筒裡面 而且不在籤筒裡面的 都是下籤 所以我會估計 其實車工本身 是覺得香港 是有四支更加精準的下籤 是可以形容香港2024年的處境 好了 就算我們不說這四支下籤 跟著車工第五支籤 才求到第十五籤 第十五籤說什麼呢 就是這樣說的 那附近遲移入山林 那就是說 握著斧頭 握著斧頭 握著一些銳器 是進入山林裡面 握著的人 本身是有能力的 本身他是有刀有斧頭的 握著斧頭握著刀 是進入山林裡面 還有做什麼呢 就是未得知事 拿著沉 他就說要沉默一些東西的 是想得到一些東西的 但是又找不找 又找又找不到 在哪裡找呢 就是說他進入山林 是希望可能 是利用刀和斧頭 去拿他的成果 但是進入山林之後 這個成果是找不到的 好了 跟著他說 選了良財失卻力 他就說選了 他進入山林裡面 不斷兜兜轉轉去沉默這個結果 這一個是本身這個人 浪費的時間 也浪費了他的力量 就是說他進入去之後 是徒勞無功的 所以進入去之後 結果是浪費的 是浪費了人力 浪費了他的時間 然後最後一句 就是獻冠留住代春林 他就說奉勸大家 是需要等到下年的春天 才再想 就是說 是今時今日 我們春天的第一天 也是春節的第一天 大年初一 去求簽 簽文就說給大家一個意見 有一個人走進山林裡面 他帶著自己的工具 帶著刀 帶著斧頭 企圖在入山林裡面 可能找他 是需要打獵的獵物 又或者找他 要找的一些植物或者成果 結果他兜兜轉轉 都是找不到的 結果浪費了時間 浪費了人力資源 浪費了他自己的人力 結果車工提出了 獻軍 即是奉勸 大家等到下年的春天 才再想 今年的求簽 是講一年的 就是2024年的年初一 去到2025年的年三十萬 原來這些簽文 告訴大家 是今年全年你希望得到的 是都會得不到的 求是求財都是不成功的 即是說車工其實告訴大家 第五支他覺得 可以是告訴香港的一個自身 其實是第五支也 即是第五的 如果嚴格來說 第五還衰 因為抽起的簽文 頭那四支應該出的簽文 都應該下簽 下簽找不到出來 所以就亂掉了其他簽 而第五支 是比較可以反映香港事實的 就是告訴大家 今年全年都會一事無成的 而且你想做些什麼呢 只會浪費資源的 那奉勸你 下年的春天 即是說下年才再想 即是今年的全年 基本上都是徒勞無功的 車工一般的簽文 都是存在警示的意味的 我們未必要迷信 但事實上 車工的簽文 都是告訴大家 可能發生的危險 希望大家吹吉避兇 也都告訴大家 可能自身的思考 或者自身的態度 可能會誤視的 也都是警惕你 警示地告訴你 你應該不要怎樣 好了 但是今次的簽文 就有些不同的 以往的簽文 警示完之後 或者提示完之後 一般你都會在努力之下 是得到一個正面的成果 你可以在預示到 將來你面對的困難 或者自己的態度 或者自己投入不足 而導致這件事達不到 所以你知道之後 你只要加倍努力 結果是會將結果 可以做得比原先的更加好 這個是本來 車工的簽文一般出現的狀況 也就是說 講了一個預示給你聽之後 你求什麼都好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誠心 只要你向善 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很可能你會得到一個 沒有那麼差的結果 好了 當然有些上簽是告訴你 你非常順利的 但是就不是告訴你 你可以躺平在那裡 就是告訴你 你需要跟著的意境去努力 或者去爭取 你才可以得到成果 就是說車工的簽文 一般都會叫大家 積極地爭取 積極地去改善自己的 自身的一個周邊環境 希望可以得到你 希望得到成果 但是今次的簽文就很不同了 今次的簽文整個意境 是告訴你 你就算拿齊工具去護刀上陣 那個山林裡面 可能是你想獲取的東西 也都是可能你想攻堅的一個突破 或者你想推行一個政策 你就算萬事俱備 想足也好 大刀大槍 又或者23條 又或者是明日大嶼 或者甚至北部刀匯區 或者發債 總之香港政府有些什麼 是要投入資源的 無用努力 或者用金錢的 這些政策 都算是今次表現的其中一個意境 就告訴你 有些進去之後 結果會徒勞無功的 而第三句 也都是 事情發生了超過一半時間 也都是下半年 或者你推行的政策 超過一半的時候 或者超過半年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 是選兵折障的情況 這個情況 就是選了良才 失卻力 即是說 無論你的人才走了 因為你做不到的結果 結果是有人要背鍋 可能他因為這樣離職 也可能因為這樣 他異氣難生 不再搞了工作 甚至是躺平 結果失卻力 即是說 你之前的所有功勞 都結果是徒勞無功的 好了 最後就奉勸大家 等到下一年的春天 才再想 即是說 你寧願不要做 如果你有任何的政策 是需要投入大量資源的 結果你會預料 今年的所有資源 都會消耗完之後 是完全徒勞無功的 如果既然是這樣 你不如下年 再想 在不同的環境 在不同的運勢之下 才去再推行這個政策 我們數一數 小字夜繽紛 又或者繽紛系列 去到現在改名叫城市經濟 這個全部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政府 都是要投入資源 要扔錢下去的 包括找承辦商 找一個主辦方 包括建設 建立時的設施 無論做分分系列的市集 又或者做城市 去找外國的一些著名的 一些明星 或者求著名的體育明星 又或者甚至表明星 來香港表演 這些城市 都要香港政府投入資源 投入資源之後 根本 不是希望大家做一段時間就算 不是只希望大家聚集開心就算 是希望這些繽紛和盛事 是可以推動到香港經濟的活動 活躍起來的 好啦 一個入山林 本身插刀帶槍 是希望得到一些成果 這個成果呢 帶槍帶刀 投入這些夜繽紛 繽紛 或者盛事 而成果就希望換來經濟上的效益 經濟上的推動 結果這個簽文告訴大家 你不要想了 不要再浪費錢了 下年運勢不同了 你才再想了 你今年再扔錢下去做些什麼 結果都是屠龍無工的 甚至下半年因為這些活動可能更加樂極辛悲 可能更加選兵折將 可能有政府官員 可能甚至活動本身會引起大家有折損 這個結局的說話就是選了良才失卻力 即是說本身是一個跌走了 是一個意想不到 是你本來想得到 結果連你投入的資源 又或者在過程裏面你會帶來損失的 所以這個第一就是告訴大家 亦都告訴香港人 在車工角得的第五個景象 頭四個可能都是下籤的 而簽文根本不在簽筒裏面 所以車工沒有辦法 是把那四個景象告訴大家 第五個景象是告訴大家 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不如就不要做 就和以往車工的零簽 是一般叫人努力 叫人奮鬥 叫人努力 是兩回事 叫大家躺平 很奇怪的 叫大家躺平 不要浪費資源 不要浪費心機 結果就是交出失備 結果就徒勞無功 又或者我們看一看 今年還有什麼重大政策 政府推動了 明的大嶼 基本上是一個最重大的一個土地開發 和香港發展的重要的一個工作和措施 這個策略都不只是施政這麼簡單 這個策略本身是在說影響香港未來幾十年的 是在說將香港新界北的三萬公頃土地 是重新規劃和重新配對 是希望可以發展出香港新的工業 香港新的經濟的力量 希望可以提供足夠的房屋用地和發展用地 給香港未來幾十年發展 這裡說的是三十倍於明日大嶼 明日大嶼只是說一千公頃 和這個二萬九到三萬公頃的 新界北都會區 是說明日大嶼只是新界北都會區的三十分之一 但是大家看到寧漢豪的處事 明日大嶼明明於地是只要收回 就可以立刻變成熟地 又或者立刻刊憲 是向原居民和擁有土地的人 是用這個本身的特略補償去補貼 就可以收回土地發展的了 但是香港政府無論是規劃處開始的一個規劃大綱圖 去到是香港政府收地當中的一些工作 都是探慢板探得非常緊要的 由林鄭月娥開始講的明日北部都會區 去到寧漢豪已經做了十九個月了 但是大家看到整個北部都會區都是萬條絲理的 你反而是鼓動北 當長江或者是恆基 當大型地產發展商包括最少兩個 放棄補地價 政府就馬上收回 這個收回 看到林鄭月娥其實動作可以很快 當時為什麼動作這麼快呢 就是因為它收回 就會立刻賠錢 在收回的時候 是給特略補償給這兩個發展商 講幾十億元的 對於發展商現在的經濟處境 事實上真的是緊缺的 所以政府盡快收回 我不去補地價了 我不用多錢 我不借錢了 我留回融資能力給我其他項目 然後我給你土地 你收回它之後 麻煩你快點給我補償給我 走到的程度上 政府還要給50億 給這兩個發展商 就是說寧漢豪 叫他盡快收回土地 包括夏川 包括洪水橋 包括粉嶺 和上水的東北邊 甚至新田 或者新田和古洞之間的土地 看到寧漢豪是完全探望版的 包括規劃大綱方面 就算林鄭月娥在說的元朗藍 都是慢慢一塊一塊地等出來 根本是故意 是希望發展商 是講清楚究竟他想怎樣去發展 他現在手頭上的土地 才是規劃處 是遷就發展商去出這個規劃大綱 例如元朗藍 銅真醬油的用地 是故意是豁了在 是這個出了幾個規劃大綱之外 跟著銅真醬油 就新世界就要求保地價去發展 跟著出的規劃大綱 又剛好 又不包括銅真醬油的區域 很明顯的 政府在規劃方面 是和發展商是有collusion的 是有溝通 和有桌底的一個聯絡 某個程度上會遷就發展商 你想要搞哪個地方 你想要哪塊土地做些什麽 我在規劃上就走你 這個就是林漢豪拖拖拉拉 在北部都會區 本身的地是一撻就即熟的了 他就不去搞 包括在規劃大綱開始都是拖曼板 夏川到現在都未出 夏川隔離的地方好像叫做筍江 不是筍江在上水 不記得叫什麽名字了 又或者去樓浮 又或者夏川去樓浮附近 又或者夏川就是洪水 就是洪水橋的北面 又或者是天水圍的西面 夏川去樓浮去到洪水橋這三角形 就是元朗和屯門向東北的一個新的發展區 到現在政府都未出批劃大綱 出了新田發展區 又出現了魚塘或者保育地區的爭議 在新田和古洞之間的地方也沒有說 新田和元朗南之間也沒有說 二萬九到三萬公頃的土地裏面 政府到現在都只有幾百公頃 出了規劃大綱圖 又或者是粉嶺上水的東北面 東北發展區 又或者正傳要將粉嶺 要將上水 要將羅湖站搬到羅湖 向北搬到羅湖河上面 令到羅湖站和深圳的羅湖站更加接近 去幫助深圳的羅湖整個區域 即是深圳羅湖站的區域 全個區域全遍重建 另外在香港的南邊也都騰出一片土地 是包括原本的羅湖站區域 是重新發展那裏 是希望可以成為一個新的發展的新市鎮 和中國深圳完全接釀的新市鎮 這個也都未公佈 可以看到令漢豪是太晚版的 我們明明有一個是深圳北都會區 可以供應足夠的土地 令漢豪說去到203幾年 都是需要6700到7200公頃的土地 但只是這個明日大嶼 其實只是供應到1000公頃 其實深圳北都會區 只要令漢豪願意 只要規劃處願意 將現在的新發展區擴大一點 又或者他事實上將所有發展區攤出來 甚至乎是包括將譬如 長江希望發展這個青衣藍 這些規劃都放在政府的一個 新增土地供應的明察裏面 只要這樣 其實令漢豪輕易可以放棄明日大嶼 可以完全不需要明日大嶼之下 可以發展香港所需要的土地出來 這是事實 但令漢豪貪眼板 反而不斷希望在明日大嶼推進 在新加坡都會區 因為他只要再多些規劃出來 全港市民就算不認識也變得認識 原來新加坡都會區大成這樣 原來是斷千斷千公頃的土地 可以投入出來 每一個規劃大綱圖 基本上都可以大過明日大嶼 大家就會發覺 到時就會發覺北部都會區 其實比明日大嶼大成30倍 但是30倍的 都會區裏面 只是發展當中的幾千公頃 就是幾個明日大嶼的地方 也只是發展大概一成的地方 另外正餘的九成是其實不發展的 如果只要將正餘的九成 都推大概幾百公頃出來 再加上私人發展商要求發展的地方 其實很容易達到明日大嶼本身 所供應的一千公頃 明日大嶼根本就沒有需要 況且寧漢豪還要很虛偽地說謊 明明林鄭月娥當時 是當時從2018、19年的價格估計 明日大嶼的造價都需要大概六千多億元 只要將大家看回 在這麼多年來的建築價格 每年有幾個百分之增幅 由2018、19年增加到現在2024年 其實總共是有五個至六個財政年度的增幅 這個增幅其實是挺巨大的 就算你不加不增加 本身林鄭月娥在規劃上已經漏了 包括三個人工島的環保這個運輸系統 這個造價成本 記住了 明日大嶼在一千公頃三個人工島的地方 除了本身是要中環去前海之間經過的鐵路和公路之外 它中間的三個島都有公路和鐵路連貫的 這條鐵路本身在林鄭月娥的股價裏面是漏了的 它在設計方面 在前面的聚術方面有說 但在造價方面是沒有估計的 好了 到了林漢豪 它不單止沒有估計這一部分 還將本來林鄭月娥認為要做的一些項目 是故意不提出來 拔走了 結果在造價方面 硬是拔走了一些開支 是壓制了開支 是跌到五千多億 這個是虛偽和說謊 是一個非常之不稱職的官員 是誠信有問題的官員才會這樣做的 明日大嶼當中連接不大嶼三 和北大嶼山連接對岸的一個屯門藍的地方 其實需要鐵路和大橋的 林鄭月娥都會知道的 你建的明日大嶼不能夠建一個孤島出來的 你一定要有道路和鐵路系統 是連接市區和連接新界 好了 結果林鄭月娥是有估計的 甚至乎是這個明日大嶼連接東涌 因為明日大嶼多了很多人住 就會大幅增加一匯大嶼山公路的交通流 所以明日大嶼流量 交通流量 所以林鄭月娥當時和陳凡是有設計 是要在大嶼山的北部 去到東涌要增加一條公路 包括大嶼山北部 都會有新市鎮的發展 是全盤計劃出來的 但林漢豪在這些計劃沒有放棄的同時 是另外在這個明日大嶼的造價做手腳 是將本來必須要做的項目 是拔走了 假裝失憶假裝不知 也不做一個公開諮詢 不想被人踢爆 只是領著方案走去那些商業團體裡 因為商業團體大部分 政府都是他們的米飯班主 不敢說不定的 雖然現在最近 就在測量私學會的投票的surveying 發覺超過一半的一個 是專業人士都是抗拒 以及都認為 明日大嶼根本是不需要興建的 但是在中央團體的所有人 都只能夠唱好 只能夠拆政府鞋 因為根本沒有人敢 得罪自己的米飯班主 好了在這個情況之下 明日大嶼反而是 這次奢供這個第五支簽 即是說十五簽當中警示大家 如果大家把明日大嶼推進 不是說是影響一年 而是說是影響未來十幾年 香港的公共財政 每一年香港都要等幾百 去到一千億元 去供應財政 給明日大嶼去發展 到了203年 我相信是35年了 明日大嶼真的建了房屋出來的時候 香港的財政 是會被明日大嶼拖垮的 這一個更加貼切 這次簽文上面說的 你給了資源 去進去這個山林裏面 你給了資源 投資一萬億下去 是發展明日大嶼 結果明日大嶼 都會徒勞無功失敗的 世界上很多人工島 包括大阪的夢之島 這三個島 也是今年舉辦 世博的其中一個島 結果在80年代開始填海 結果當時日本經濟非常壯旺 是世界首一指的 結果都要落到荒廢的景地 原因就是當時的大阪政府 已經無力為計了 世界上原來很多地方 包括海南島的一個填海 都出現了荒廢 甚至要拆射的情況 如果我們這樣扔錢內蒙的大嶼 結果可能會令到香港未來十幾年 就是我們那一代 下一代和下一代 都要受著稅收和公共財政損失的股房 這個很貼切就是選了良財失卻力 就是說你根本是徒勞無功 而且只會浪費資源 車工就勸了 憲軍是留著代沖林 這個春就未必是夏年春天這麼簡單 就是說你等時機真的成熟了 真的有迫切需要了 春天來臨了 就是有需要的時候 你才做了 明的大嶼 根本就不是香港必須的基建 在車工的警示 是其實勸喻大家 也是本來今年就要推進的 明的大嶼 是應該懸崖立馬撫住 如果不是 香港將會萬劫不復 香港將會選兵折將 香港將會在公共財政方面 是帶來非常之巨大的壓力和損失 結果將會徒勞無功的 這個究竟是對李家超 或者甚至鄧炳強 或者保安局下面的所有處方 會不會是一個警惕呢 一開始已經講刀講斧頭了 會不會是講香港其實 現在是很大程度上 是由帶刀和帶斧頭 一些攻擊力攻擊性很強 一個攻擊性非常豐富的一些人 是做領袖的 包括李家超在內 包括鄧炳強 都是駝槍出身的 他們比較喜歡用強制的力量 去達到自己的目的 包括美斯訪講這件事 官媒最近發表了新的講法 他就說美斯不來 都呼且可以情有可願 但是美斯兜圈不去接受 是特首的頒獎典禮不給面 就是萬萬不得了 這個某個程度上 其實是這個香港的李家超 是情緒綁架了北京的 待會大家會分析一下 這方面的高低 即是政治手腕的高低 但是另一方面可以看到 李家超是會因為他自己失去面子 是因為他自己覺得 一個貴賓不尊重他 結果他就會發動香港那幫左派 包括葉劉淑儀 包括霍啟江 去口誅不攻美斯 葉劉淑儀簡直說 香港人是憎恨美斯 有多少個香港人真是憎恨美斯呢 七八萬人裏面有沒有一萬人是憎恨美斯呢 結果葉劉淑儀是誇大其詞 就算縱使是犯法 是犯了刑事罪刑條例裏面第九條 是製造仇恨這個罪行 在沒有豁免這個適用條款之下 他製造對美斯的仇恨 這個葉劉淑儀這樣說 某個程度上都是希望 就是讓李家超是覺得happy 原因是因為美斯是得罪了李家超 美斯是不給李家超 這些帶刀帶槍的一些領袖 其實在這個簽文裏面都會警惕的 就是你們帶刀帶槍入三林 就是你帶刀帶槍去管治香港 結果你用不敢的心態 用刀用槍用武力 是結果會徒勞無功的 好了結果徒勞無功甚至會令到你們選兵折將 甚至令到香港更加多人離開 被你們逼走了 令到香港公共財政更加敗壞 他所勸喻就是這些用盡方法向外攻擊的人 希望你們等到時機成熟才好再想 現在香港處於弱勢 經濟處於弱勢 民生處於不足的情況之下 根本不適宜 下下搞強硬 下下就是要罵香港人 甚至乎是罵國際 最之前是對著大海打飛機 寫一些沒有人看的聲明 去罵人回頭 現在甚至點名攻擊美斯 甚至是攻擊阿根廷 這個根本是完全 是完全是可以感覺毫無底線的去阻下去 這種攻擊性的一個態度 其實是不應該的 香港現在不是處於一個高潮 香港不是處於一個非常好的狀況 這種對外攻擊其實應該修煉一下 等到香港真的很勁抽 香港經濟發展得非常蓬勃 那時候你才在想 應不應該用這些這麼強硬的手段 對外奔 或者這麼強硬的手段 對著外來的力量 好了 跟著我們講講 講講外來的力量 我們看一看 在美斯訪港之後 因為李家超不開心 因為美斯不肯參加頒獎禮 不肯跟香港政府高級官員同關 不肯跟李家超或者陳某邦握手 不肯在他們兩個手上接到獎牌 可能這個罪行在李家超 這個胸襟這麼窄的領導人身上 是可能覺得比美斯不肯出場 是更加罪大惡極的 美斯不出場可以說肌肉痛 複股溝肌肉痛 如果再強硬踢下去 可能傷勁一些 那他決定不出場 成有可願 跟著口珠不公就說 你不出場 應不應該站在場邊 跟大家揮手和球迷互動呢 這樣美斯會不會認為 這樣可能會引起一些保安上的問題呢 大球場和歐洲的球場 是說和南美洲的球場是不太相同的 歐洲和南美洲的球場是有一個鐵絲網 是很清晰地分隔球場和看台的 很難有球迷走到球場裏面 不是沒有 是很難的 而且他們會有軍警守住 或者保安守住 美斯來到香港之後 他作為一個專業足球員 去到世界各地看 他的側眼就看到香港球場就很不同了 第一 香港大球場的保安是明顯不足的 即是說很難去阻止球迷衝到球場 當美斯如果和球迷有互動的話 很可能就會引起球迷湧到美斯互動的區域 這樣可能造成危險的 可能造成人踩人 也可能造成球迷衝到球場那裏 去求和美斯親近 這個結果會引起秩序上的混亂 可能主辦方 可能保安公司 可能美斯本人的經驗 可能甚至乎馬尼密的領隊 都是提示美斯不要這樣做 我們看到美斯前一天 是在練習的時候 和一些兒童 和一些安排去的兒童 是其實有很開心的互動的 可以看到 美斯並不是憎恨香港球迷 並不是對香港球迷有意見的 也都很願意 是和香港球迷和香港人互動的 那天為什麼不開心呢 會不會香港政府不斷逼她 包括要求她參與遊船河 包括要求美斯去體育城參觀 和鄭志剛拍照 和香港政府拿著那張富豪牌拍照 會不會他們不斷要求在船河 要求美斯和李家超互動 甚至做美斯不想做的事呢 美斯絕對有權拒絕的 是不是一百多萬就打死人呢 結果美斯不開心 結果她在球場裡 以為一個是私人舉辦的球賽 沒有官方參與之下 她看到官方出現了 並且在鏡頭經常拍著 我們官方的大人物李家超他們 美斯可能覺得這樣做 是變成政治上的宣傳 變成不是她來香港參賽的原意 所以因為這樣她避開 那有什麼問題呢 美斯沒有和香港簽過約的 美斯只是和國際邁阿美交代 而國際邁阿美也只是和特拉簽約 根本香港政府或者建制派 是沒有任何資格在合約方面 或者法律方面去升討 或者追究美斯的站立 就算你說是追討這個 是邁阿美這個球隊也沒有權 你說要追討特拉的主辦方 究竟法律上是不是真的有條文 是要賠錢我看就沒有了 因為就算你怎麼寫都好 這個你購買票的一個廣告 其實是招來 是要請你參加這個合約的一個 是招來活動 是吸引你來去參加這個合約 而參加合約就是買球票 買球票的活動當中 包括球票後面寫著的條文 買的時候寫著的聲明和條文 才是你和這個主辦方之間的契約 和廣告是無關的 如果廣告真是成功 即是說K6的廣告 真是可以令到K6這個售賣方 或者甚至主辦方揹票的 是要賠錢的話 一早就告了 不需要宴讓幾天 這個是香港在批鬥方面 是一個成果 可以同時看到 包括李梓敬的Facebook 他就連絡市超域 是取消包括香港 曼谷這些站的一個表演 他不只是取消香港的 原來那段程度裡面 來東亞洲的 包括香港的曼谷 東南亞的表演 他全部一併取消 他就沒有說明原因 但是李梓敬就說 取消一個來香港的演唱會 其實是想破壞香港的盛事經濟 是美西方是亡我之心不死 是希望破壞香港 是不給香港復甦的最大的罪證 這個就是李梓敬 也就是葉劉淑儀 是政黨核下的一個 立法會員Facebook上所說的 他將美西的事件 是進一步擴大 無限上綱 是將落市超域 他完全不知道原因 也都看不到一個具體 或者是獨立地 或者是認真地 或者是公平地思考 落市超域 落市超域取消香港站的同時 其實取消了東南亞站 不只是取消香港一個站 他將落市超域取消 和美斯這件事放在一起 是認為有美西方的勢力 是想破壞香港 是想破壞香港的盛事經濟 我們如果見到一個政客 我們見到葉劉淑儀的政黨 她包括葉劉淑儀在內 包括她的黨員的一個立法會員在內 他們在美斯和落市超域電視的批鬥 你可以見到是不僅強持奪利 沒有合約關係 沒有法律關係 甚至落市超域的取消 是取消了東南亞的一個演出的 幾個站都一起取消的 在這樣的情況 不只是取消香港站 你怎麼可以視為它針對香港呢 難道它同時針對泰國 同時針對菲律賓其他國家嗎 事實上不是的 你沒有任何證據的 原來香港的建制派在批鬥方面 就和文化大革命的批鬥一樣 是只要抓到一些蛛絲馬跡 是不需要一個確實證據 也不需要驗證這個證據 究竟是不是真和可靠 只要它認為你有罪 只要它找到蛛絲馬跡暴風捉影之下 都會批鬥你 這個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種阻 這個在鄧小平開始 無論鄧小平、胡錦濤 或者江澤民和習近平幾個領導人 都認為這些極左的思想 其實是不需要的 也都是中國在開放和改革發展過程中 是應該防範的一些思考來的 結果香港那些建制派 是結果因為他們政治的手腕比較薄弱 一次過這件事 就因為李家超的生氣 要拆李家超鞋 就推了去極左 是左到文化大革命那種 江青四人幫那種左了 好了 另一方面 它結果推到 是令到國內 包括北京 都結果要陪跑 包括北京都需要 是可能要 是聲討 或者跟阿根廷割席 大家看一看 究竟北京和美國的關係 是有沒有微妙的變化呢 其實一直微妙的在變化 除了在去年 拜登和習近平在華盛頓見面之外 其實跟著最近 尤其是 尤其是美國的高級官員 就是國土安全的一個負責人 沙利文 還有就是王毅 在曼谷第三次戰略性會面 第三次 在這個習近平和拜登會面之後的第三次戰略性會面 跟著當時的背景 就是美國要求中國大陸在紅海幫手壓制 胡塞武裝襲擊雙船 是令到國際航運價格上升的危機 當時中國之後很快有反應 是的確高調地要求胡塞武裝停止襲擊 可能中國同時間向伊朗幫手滑船都未定 而沙利文也是有回應的 沙利文在過去三次會面 是明顯看到的進步 進步就是 本來大家是說官仰文章 在會議上 是他沙利文作為美國國土安全的最高負責人 和王毅作為中國代表 那些見面的時候 本來是由預定的一些agenda 預定的一些講法 預定的講稿 預定的like to take 是講出來 是很少會放開胸襟地去討論的 但是沙利文就說 最近一些曼谷會面是改變了 大家除了放棄了 是用帶來的一些like to take 就是帶來的一些官氧文章之外 是簡直真心地交換了 大家的政策上 和看法上的意見 有助於大家溝通 在這樣的良好基礎 良好背景之下 就是說 在拜登和習近平見面之後 雖然中美仍然在博弈中 但是拜登的總的政策 其實就是要延續特朗普 建立的一個制裁 或者對抗或者博弈的政策 不過就不將它無限擴大 而將它收縮去一些critical 一些關鍵的位置 比如晶片的一個制裁 又被接下來對於新能源汽車的電池的制裁之類 這些都是拜登的政策 在這個政策之下 中國和拜登 即是說北京和華盛頓之間 開始摸到大家的共同存在 或者雙贏當中的一個處理方法 就是經過談判 經過真心誠意的談判 希望大家可以拿到一些 是對事件的共識 結果美國也發現 是有求於北京的地方 因為北京和伊朗的關係 因為伊朗和胡塞武裝的關係 所以沙利文是特地要求 王毅在曼谷和他會面 跟著沙利文也說了 大家原來的交互溝通可以這麼坦誠 可以摒棄了官氧文章 這個某程度上可以看到 中美其實的關係 是不是完全解凍 但是在博弈當中 大家找到一個 是大家互相相贏的一個方法 就是坐下來好好地談 在這樣的局面之下 其實中國會不會認為 美國會利用美私 或者利用莫洛市超域 或者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 會合起來利用美私和洛市超域 去搞香港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呢 根本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香港那幫建制派 這次用文革這個極左的方法 用江青四人幫那種極左的方法 去批鬥 去暴風捉影 去完全不用講理由 不用講道理 不用講法律 不用講法治 也不用講任何的邏輯 跟著就去批鬥美私和洛市超域 跟著就將它兩件事強行連在一起 就是呢 美西方想搞香港 這個根本呢 是廢話連篇 是非常之低層次 低層次三流批鬥 我們看回美國那種政治手本 如果美國要搞你呢 根本就不會這樣搞美私 或者洛市超域 我們看到呢 特朗普 是利用這個特別檢察官 Robert Hurd 一個韓籍 在紐約出生的一個美國人 韓國籍而已 那他爸爸媽媽就是韓國人來的 但是他自己本人呢 就在紐約出生 現在做到特別檢察官了 好了 結果呢 他是查拜登 委派查拜登這個假文 這個呢 文件門這個案件的 不是假文件的 所謂的 文件門的案件 就是說拜登呢 是拿了部分機密文件去辦公室 拜登和特朗普處理不同 拜登就馬上認錯 和將文件 找人交回美國的相關部門 但是呢 仍然要被調查的 調查當中呢 是基本上就說難以定罪 就是難以呢 是定拜登的罪的 第一呢 拜登可以呢 第一 就是他本身的罪行呢 是成功的機會 就是檢控成功的機會並不高 再加上拜登呢 是一貫這樣呢 是將會在陪審團面前呢 是展現他磁場 和負責任的一面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陪審團很難呢 是呢 是舉手呢 是決定拜登呢 是有罪 又或者呢 是本身在聽證方面呢 或者法官方面呢 都很難去定拜登罪 所以呢 他是 overheard的報告 雖然他是應該站在共和黨那邊的 但是呢 他仍然呢 是放拜登一馬 在特朗普面對著官司前身 在3月到5月呢 是需要親身應庭之下 的情況之下 拜登走掉了 某個程度上呢 特朗普在和拜登的一個選舉當中呢 是處於一個呢 是相對不利的位置 因為呢 特朗普可能因為這些官司 可能因為官司的法官講的說話 或者當中的細節呢 是令到特朗普呢 是失去了民眾的支持 好了 拜登就脫掉了 特別警察官放過他 但是原來呢 魔鬼在細節 特別警察官雖然放過拜登 但是就形容拜登呢 連自己總統副總統的任期的時間 或者自己兒子死亡的時間呢 都寄不到出來 甚至形容拜登呢 在讀一些呢 是他的作家 幫他寫著轉國作家呢 的一些呢 是material 讀一些呢 是材料的時候呢 都讀到萬條絲理 咳咳咳咳 很明顯呢 他認為呢 是想塑造呢 拜登在這個呢 思考力 或者記憶力 或者執行力方面呢 是非常薄弱的一個總統 某個程度上呢 是挑戰著拜登 是令到呢 大家呢 是質疑拜登的能力的 的 拜登應對也都不弱的 拜登馬上呢 就在白宮呢 召開這個記者會 是只給半個小時的時間 給記者準備 某個程度上呢 是不想記者呢 是想足夠的問題 在留下 留難拜登的 結果拜登呢 尤其是面對霍視電視台 窮追猛打的時候呢 霍視面對來呢 是擺明幫特朗普的 結果拜登呢 是都很急才的 是說 如果我是沒有記憶的話呢 那我就不應該被霍視問我了 因為霍視對我不利的 這個急才呢 是不是代表了拜登 是呢 就是在記憶力沒有問題呢 不是的 因為拜登原來在記者會裏面呢 又搞錯了外國領袖的名字 某個程度上呢 是阻止了 是拜登這個記憶力問題 我們見到美國 是如果做政治鬥爭呢 不是好像香港那幫官員 那幫建制派那樣呢 要好像江青四人幫那樣呢 是搞批鬥 是搞那個形式的阻 不是的 不需要呢 是呢 好像香港那幫建制派那樣呢 完全不講法治 不講法律 不講邏輯 也都不講理由 是只要暴風捉影 我覺得你有罪 我覺得這兩件事是一起關聯的 完全沒有理由之下呢 他都可以放在一起來說 完全不負責任地製造仇恨 他們原來不是這樣的 美國呢 是可以很高張的 是可以呢 是放山自己的對手 但是放山的文件的細節當中呢 是找一些重點出來呢 是攻擊對方 是要令到大家思考的 是要令到美國的人呢 是思考 是要令到美國公民呢 在思考過程中呢 是更加對於這件事深印象 原來美國呢 的政治手腕是這麼高班的 當我們見到香港政府 用著文革式的一個批鬥 去對著美斯和樂士超域 將兩件事呢 是毫無道理 完全暴風捉影 沒有邏輯 沒有法律基礎 沒有法治精神之下呢 硬硬把它擺一摺 跟著就罵人 我們看到呢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建制派呢 其實是在破壞著我們香港的前程 和破壞著我們香港的復甦 破壞著我們香港的國際形象 破壞著我們香港的國際中心的地位 他們雖然口聲聲說笑香港的故事 但是當他們發窮惡 發瘋起來 是結果左的力量 他們那個左呢 是可以摧毀香港在國際上的聲譽 美斯在國際上有多少粉絲呢 在他們粉絲看到香港政府建制派的表現 葉劉淑儀說香港人憎恨美斯 結果呢 美斯的粉絲可能會憎恨香港人 葉劉淑儀的一句說話 結果就把香港人硬硬綁在一起 她自己 她建制派 她政府官員 她李家超 她葉劉淑儀憎美斯 結果就硬硬把我們香港人綁在一起 說我們憎恨美斯 結果就把我們放在國際 是成為笑柄 成為人家的對立面 成為人家一個呢 是看到銀眼的一個文明清 將我們香港的明星呢 破壞 就是香港 現在呢 做著一種文革式批鬥的一個政治手腕 但是看回美國的手腕 她第一 無論你是支持共和黨 或者你支持拜登的民主黨 只要你看到一個文章 就算你是眾議員 身經八戰的政治家 你都會因為這個文章而覺得驚喜 不是驚喜 驚嚇 就會在這個文章當中 看到這個檢察官其實是持平的 他沒有強行報告拜登 不是想拉拜登哪一個 在檢控漩渦裡面 但是他就有質疑拜登的記憶力 是令大家覺得一件似乎是的事 不只是paradoxical那麼簡單 不只是似而非 大家想回拜登在過往很多 在講話裡面的行為上面 令大家覺得他可能 是未必有能力 是用82歲高齡繼續連任的 他們會考慮更加深層次的危機 拜登究竟會找誰做副總統呢 會不會找賀錦麗做副總統呢 究竟有多少個民主黨人是歡迎賀錦麗呢 是因為拜登在執政期間 健康出問題 而結果由副總統頂上總統的位置呢 有多少人去接受呢 就算你是民主黨人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賀錦麗呢 拜登就肯定多支持的了 賀錦麗民主黨的支持究竟有多少呢 全國現在拜登的支持度 大概百分之四十九 或者四十八點多 但是原來賀錦麗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 那就是說賀錦麗給拜登的支持度呢 是足足少了四分之一的 二十五百分之三的 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好了 這一個就是說呢 Robert Hur的報告 其實表面上是放山拜登 但是就是因為放山拜登 令到大家信了 Robert Hur這個報告呢 其實是持平的 而講出拜登的問題 從而呢 是不斷令到呢 是支持拜登人裏面呢 是腦海裏面呢 是捲起一些漩渦 那個漩渦就是呢 究竟應不應該選呢 一個可能在執行力方面 甚至能力方面出問題的人 做總統呢 這個呢 對特朗普是很有利的 可以見到美國呢 那種政治手腕呢 是這麼高級的 是不是硬硬呢 是要握你吃 是你要憎恨 或者呢 我們一定大家一起憎恨美思 或者我們覺得呢 美國和西方世界呢 是想整死我們 他不是這樣強硬來 他是要勾引大家思考 在大家思考過程裏面呢 自然就拿到他的一個要求 一個希望 就是令到呢 是大家對於呢 是拜登 對於他們的敵人呢 是產生疑慮 這個就是美國政治上的高張 和香港那種下三流 那種低姿態 低格調 那種文革式的批鬥呢 是根本兩個世界 所以香港如果你說要反駁 反擊呢 節省吧 你的反駁本身 可能就是車工叫你 不要再想了 不要帶刀入森林了 你只會徒勞無功的 你帶著你說要反駁 進入這個呢 就是這個輿論圈 結果你就只會徒勞無功 更加選兵節將 希望你呢 就留待一個適合的時候 你才好呢 再想了